美国中期选举将至,近日却接二连三地出现大规模政治社会新闻,如美加墨新贸易政策、中美洲移民问题、民主党政要受到炸弹装置案件等,为中期选举带来了更多的变数。 本台独家专访了张军律师,请他来解读中期选举的当前局势。 美国的中期选举在11月6号就要发生了,还没有说话之前,我想还是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你如果是一个合法的选民,还是一定要尽快地把选票填好,然后要到投票站,或者是通讯投票尽快地把它做完,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庄严的权利。 而且我们在美国生活,如果不行使自己的权利,坦率说我们也可能没有机会再去抱怨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 那么美国这次的中期选举,我觉得是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的,原因就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两年了,那么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是由共和党人把持,所以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确实也能推动很多他希望推动的政策,比如说大规模的减税,控制合法移民,那么严格地缔解非法的移民。 同时呢,这个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这个提名,他已经成功的提名,并且任命了两名保守派的这个大法官。 所以中期选举呢,历史上来看,就是这个总统当选以后的两年,那么通常中期选举的参议院或者是众议院,甚至是两院都有可能翻盘成为反对党。 那么这个冥冥之中虽然不是法律的设计,但冥冥之中好像美国的选民喜欢这样做。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参议院,共和党人进一步维持这个微弱优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尽管民主党人也有机会。 但是在众议院呢,如果今天的民调看,那么民主党人拿回众议院多数的可能性比较大,尽管也可能是个微弱的多数。 不过共和党人走到哪儿还是在进一步的这个宣传,比如说利用这个前一段时间卡瓦诺大法官的听证,那么要激励自己的选民。 不过中期选举通常来说是一个投票率相对比较低的选举。 一般来说呢,在这个中期选举过程当中都是坚定的共和党或者是坚定的民主党人呢,出来投票。 大部分这个隋大六的人,或者是一些靠激情投票,比如说像年轻人等等,他们中期选举不太愿意出来。 那么所以现在两党的候选人,那么基本上也是这个充分的动员,尤其是在我们南加州地区。 这个从洛杉矶县的这个东南方一直到这个圣地亚哥这一带,这个如果说共和党人希望保住自己的优势,那么这里大概有七票左右,他们需要保护。 那么民主党人如果需要翻盘,这里的七票如果他能翻出来个三五票,那么对他们在全国的选举这个局面都是非常大的这个帮助。 所以如果各位观众朋友们你是在这些选区,你哪怕就不是在这些选区,我们加州还有很多的重要的议题,那么都需要你出来发表意见。 所以我也在此呼吁大家可能的情况下,要尽量的这个去投票。 如果不明白的地方,那现在其实很多的票站,很多的这个选票上都写着这个中文,所以大家还是需要花些时间来行使我们庄严的权利。 谢谢大家。